YO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提瓦特大陆寸草不生之蒙德片 本期视频建议先收藏后观看 要不然刷着刷着你人就没了 啊? 哦 是刷着刷着视频就没了 哦 那么首先传送到蒙德骑士团上面的传送点 然后顺着地图往下飞 前面有个风车 上面长满了木风蘑菇 木风蘑菇给蒙德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同时这个又是巴巴拉的突破材料 作为西风骑士团荣誉骑士 清理蘑菇亦不容辞 清理完风车上的蘑菇我们往下走 前面有个捷克 捷克后面的房区也长满了木风蘑菇 我们只要拿出万能的工具人巴巴托斯 在房区走一走 蘑菇就没了 清理完城内的蘑菇 城外两边的蒲公英也不能落下 虽然还不知道蒲公英是谁的突破材料 但本着能拿就拿的原则 宁可没用也不能错过 如果在桥上遇到鸽子 一定不要忘记帮提米清理一下鸽子 哎 众所周知 鸽子到处乱拉时 经常在桥上停留 桥面会特别的糟 这样的话 我们的勤团长还要派人去打扫 费时费利又费钱 而且我们作为西风骑士团的荣誉骑士 一定要学会为团长大人分忧 解救被鸽子绑架的小朋友 收拾掉鸽子之后我们顺着十字路口往上走 河边的野花也不要错过 城内的材料拿的差不多了 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我们不要也罢 接下来看我地图上的位置 在低雨森林这里有很多小灯草 哦 在可丽藏宝的地方 一样有很多小灯草 小灯草是卢老爷和菲谢尔的突破材料 我们不要错过 接下来传送到风起地的七天神像附近 神像附近长了很多的风车菊 这些杂草三两天长一次 我们一定要定期帮神像清理一下杂草 应该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我们不要也罢 接下来传送到千锋神殿 左下角的传送点 下面有个水沟 上面有三个嘟嘟连也不要错过 接下来再回到刚才的传送点 顺着山路去摘星芽 上面有很多塞西利亚花 温地的突破材料也不要错过 搜集完赛西利亚花 我们飞下来 下面有三个蒲公英和一个史莱姆宁叶 吃完史莱姆我们继续往下飞 注意看地图上的位置 这里有两颗小灯草 我们顺着河流继续往下走 我们走到河流的对面 在山上有几颗洛洛梅 不过这还要爬山 这几颗洛洛梅不要也罢 接下来传送到望风山地传送点 这里本来有洛洛梅 不过之前拿过还没刷新 我们拿完洛洛梅之后 继续往左上交走 这里还有洛洛梅 收拾完碍事的秋秋人之后 我们飞下悬崖 下面还有洛洛梅 这里就是洛洛梅的盛产之地 接下来我们传送到清泉镇的湖心岛 我们只要绕着小岛走一圈 到处都是嘟嘟连 接下来传送到九庄右边的七天神像 神像附近有很多风车局 然后传送到奔朗岭 顺着奔朗岭的小路上山 在路上我们会顺手捡到很多小灯草 奔朗岭是盛产勾勾果的地方 也就是雷泽的突破材料 因为不养雷泽 所以这些勾勾果不要也罢 接下来传送到狼王下边的传送点 中途遇到炸药桶 不要忘记顺手点燃了 也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爽 这里有四个小灯草 小灯草分布不均匀 在蒙德的各个地方都有 接下来传送到风龙废墟左上角的传送点 我们顺着左上角的传送点 往右上角的传送点走 中途在断树下会有很多风车局 我们继续往湖中心走 在湖中心的山上也生长了很多风车局 还有零零散散的嘟嘟连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提瓦特大陆寸草不生之蒙德篇 基本上把所有材料密集的地区都走了一遍 剩下离传送点太远 不容易找的材料 我们不要也罢 下期会更新离乐片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